《乌杀》这部正火热上映的高分电影 是由肖阳 谭卓等人饰演一部关于犯罪 关于父爱 关于道德法律的一部影片 这部片子是翻开了印度的一部 很是火热的电影《乌杀之满天际》 该部影片讲述的是在泰国某一个地方 一个仗着家里的娘 是警察局局长 她爹又是很有钱的人 这青年就很嚣张了 在泰国恒行霸道也不知道 做下了多少过分的事 一天夜里她就盯上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婷婷 竟然想当着人家母亲阿玉的面 而且还是在人家家里 强奸人家的女儿 简直就是丧尽天良了有没有 于是阿玉在反抗的过程中 明平想要阻止那青年的恶性 一个铲子下去不小心就把青年给误杀了 刘萧阳饰演的李维杰是阿玉的老公 明平的父亲这是被她知道以后 她也知道在这个法律 一点都不严谨的地方 自己的女儿不会被宽恕的 于是就开始策划了一系列的计划 把这件事情的真相给隐瞒了 她预测多了很多可能发生的事情 都是提前做好了准备 曾一度的让警察拿不到任何的证据 不过在后来萧阳为了女儿自首了 其实印度的影片里的父亲是逃脱了的 这是改动比较大的地方 同时也是很受争议的一个点 你们怎么看 欢迎留言啊